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五六年前做过节目 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的天哪 佩芳我第一次做这个节目 就是跟我搭档 有缘吧 真是有缘 不是一家人啊 不禁一家门 对啊 甭管怎么说佩芳 我发现你啊 真是一个让人很难忘怀的人 他最近做两回节目嘛 旁家那网上奔走相告啊 哎 郑佩芳回来了 又要下三路了吧 不错不错 引起大家广泛主义 非常感激 但是 粉红女郎啊 对 粉红炸弹 粉红炸弹 因为你们都喜欢穿黑色的吧 啊 这他 就是 我们是黑操 嗯 那现在佩芳穿的这么火爆 对吧 偏不让你讲下三路 咱讲讲上三路 可以 股票 你身边很多女士们 现在是不是都疯了 是男男女女啊 都抓狂了 哎呦 徐老师现在这股市升升跌跌的 这这这这这又跌了 我跟你讲这个股票 我收集了一些文件 挺有意思 首先啊 有人搞文学创作 你这文学老师可以品评品评 发到我手机上 就是深圳的古民 说什么呢 呃 其实是徐志摩的那个诗 但他说成御达夫 哦 因为呢 谐音叫御达富 现在就叫御达富 你知道吗 都想要成为富贵啊 对 就是叫爹都不能叫爹了嘛 改叫家富 是 哈哈 怕谐音啊 家富这个好像有过一个笑话 是吧 真的 你看这说的 偷偷的我抛了 正如我偷偷的买 我偷偷的派发 作别手中的筹码 那电脑旁的散户 是股市中的羔羊 K线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中荡漾 然后呢 满载一传股票 在政府社论里出货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离别的生肖 基金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年的年报 悄悄的我跑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只股票 现在就看谁跑得快 听说是 是是 尤其这个公布了 那个印花税 增加了嘛 对不对 可是在正式公布之前 一个礼拜 其实就有消息出来 哎呦 好啊 怎么回事 最近有评论呢 说这个泄密 有没有泄密 咱不知道啊 但有人说了 说这个印花税 不是调低吗 一个星期之前 都在传这个传言 当时三大证券报 问这个国家相关部门 国家相关部门回答 按说也没什么问题 就说没听说啊 没听说 当然他不能说 有 还没正式公布吗 然后那天夜里 不就公布了吗 可是人家有人挑这个理 就说啊 那一个 从传言传出来的 那一周之内 股市仍然高歌猛进 一路长红啊 那么如果是泄密的话 提前有泄密的话 确实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有机会抛 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足够抛了 对 那么这是不是 有一个信息上面的问题啊 泄露的问题啊 哎 就是这些消息 照理说领导是应该知道的 对不对 常委会啊 怎么每个省市的最高领导 对于这个东西都应该知道 领导不能炒股票 他的家人能不能呢 秘书能不能呢 对不对 现在 司机能不能呢 对啊 司机炒了以后可以 我跟你讲 现在秘书党啊 几乎 是 秘书党 当然了 就是说 知道一手消息 而且他们一般称 就是谁家谁家的 对 你知道吧 他 比方说他做谁的秘书 他们通常不叫 比方说你 你谁谁谁 哪个副总理或什么 他们不叫 称呼什么 他们就简称是 谁谁到谁家了 谁谁帮谁家做了 然后这一类的消息呢 我也不知道真假 常常传的很厉害 就不单是指这个大的 就平常某一个东西要上市了 什么项目要签了 忙啊 你看你认识主 认识没顿饭吃的好的 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 这个你肯定吗 肯定会签吗 那我赶快通知谁家的什么 谁家的消息啊 什么什么 就这样 怪不得有人说呀 这玩意儿就是磅大款 真正的就是你看你能不能磅对那个大款 有些人非常神秘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现在大家就传奇啊 有一个伯克大哥 古神 前一阵 这个伯克开了有88天 太奇怪了 当这个前一阵就在3000点左右徘徊 都不是在 大家在说吗 有人是会涨 有人会跌 这大哥在伯克里就说一定会涨 一定会涨 而且呢 接下来就预测这个股票会涨 预测那个股票会涨 全中了 而且这大哥感觉是无偿奉献人民 我没有偿 所以他那伯克有很多网友的歌功颂德呀 说你真伟大 你无偿的告诉我们 全对 但是就开了88天 这大哥最后写了个告别的启示 很神秘的 就把这伯克关了 消失了 点击量 说徐庆雷当年上千万 人家网站的说 没见过这样的财经类的博客 没有经过任何的宣传 每天至少三十万点击量 总共有一千万 超过一千万点击量 不中国要说了不起 就真了不起啊 所以现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 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股民了 没错 你知道19年前 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 那个时候 你知道八九年以后 中美关系很冷 结果呢 朱镕基当时是上海市长 跟前市长汪道涵 到美国访问 那是我太太在那里做电视去采访他们 对对对 90年 他们参观美国芝加哥 那是最大的期货市场 然后当时朱镕基他们就在讲 就是说我们要看看 他们的这个股票市场 期货市场怎么运作 你看到这个当时那个时候 人家都觉得很傻 因为那个时候西方也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很政治很封闭的一个社会 而这个有有很远见的中国的政治家 他到西方看这个东西 仅仅十九年 现在中国世界上有最大数量的股民 没错 没错 了不起吧 了不起 大跃进吧 非常大跃进 但是实际上还是应了一句话 叫运动文化 我们不以前讲过台湾选举文化 香港跑马文化 中国还是运动文化 中国现在这个炒股票跟搞运动 运动一样 你知道 跟参加战斗队一样 有一个美国克莱农大学毕业的国际金融博士 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把手中的股票全部放空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终点工小阿姨 跟他说买股票毕生的积蓄拿去买股票 他的判断是如果是终点工阿姨 普通民工拿自己全副身家成为这个股市里的支撑力量的话 这事就悬了 所以他跑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就保险了 全民皆股啊 你知道因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势 尤其是胡温新政以后啊 民意是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什么事情大部分民众会有反应的 政治上就会有所顾忌 你知道香港现在我就看到这样的评论 我略略有点不安 就是说他的标题是怎么的 就是说为十七大排险 为十七大排险 在十七大之前 排除险情 所以这个股民这个这个作为一个民意啊 不容忽视 所以呢 他们预计海外的人预计就说会有一些措施 总不能让大部分老百姓都失望吧 就不能 这个是这个是以一个政治的思维来看待一个经济市场 经济市场 所以这个里边你说好也好 中国老百姓觉得安全 咱们相信党啊 党不会让我们大部分老百姓都吃亏的吧 没错 我跟你说有一个武汉有个按摩医院呢 30个盲人 盲人按摩师啊 10个人都买了股票 你刚才讲大跃进的气氛 我给你念念新闻媒体报道的口吻 都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副教授级的盲人按摩师 两眼一蚂黑 如何炒股呢 哎 人家的电脑有语音系统 带声音的 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这位副教授级的盲人按摩师 对于中国的股市充满信心 他说买股票就是对党和政府投现任票 而且你看 两个五月十五号 两个盲人的到来 在股票营业厅引起一阵骚动 老股民甘工美兴奋的对记者说 盲人炒股啊 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了 股市的上涨完全靠资金的推动 你们看啊 卖鸡蛋的来了 擦鞋的来了 现在盲人都来炒股了 股市不涨才怪呢 当时新闻媒体也报新闻 可是呢 这些人都是小散户啊 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个占到比例一大就起作用了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在台湾最高点的时候 大家还拼命的放消息说 还会再涨还会再涨 而那个时候真的也是全民皆股 你知道吗 所以当大家都一致看好的时候 其实你都应该要脱手了 咱们不能对党失去信心了 其实咱们对政府要有信心啊 怎么能脱手呢 不要含下摄影啊 两码的事 因为我们做的是投资 是这一家股票 而不是说对党对政府的信心 你知道吗 你懂什么是党 中国共产党啊 哎呦 对啊 干到了我打那旗帜底下 我可以说前一段我听他说 你说济南有什么传说呀 一位老先生 颤颤的给主国顾拐账 进了营业厅了 说买股票 人说先生您买哪只股票啊 你要开货啊 买股票啊 你要哪一只股票 就股票吗 我买股票就是买了就赚钱的那个票吗 他以为是鸡蛋啊 什么 咱们继续上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你刚才讲 就说这政治跟股票的这种关系 你知道我突然想起来 就咱中国社会 你知道经常有很多这个民间的谣言 留言传言 揣测中南海内幕这种话 当然咱不能信以为真 但是呢 他这个使用的这个语言啊 给我一个概念 比如说 我好像听多了 我觉得温家宝总理 经常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常流眼泪 就是温家宝总理 就我听到的这个留言 最近两次睡不着觉 一则一喜 一则一忧 头一回是说 那个渤海湾 那个南宝 就发现了十亿吨储量的大油田 人家这个接近的人士就说了 温家宝总理几天没睡着觉啊 兴奋的 咱们中国能源问题 最近我听说的就是啊 温家宝总理几天睡不着觉啊 说是这个股市再要这样 狂飙 狂飙下去 是吧 一旦出现 带来风险 一旦出现大的风险 将把我们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 毁于一旦 所以你看留给我一印象 好像这总理啊 真是又国又民 真的是 不是 政治跟经济的关系 其实世界上任何的政府呢 它都会出手来调控这个局面的 格林斯潘不是常常来 但是他们呢 是用政治手段来为经济服务 就是说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整个国民的经济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用一些政治的手段 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经济的手段来为政治服务 这个就会有问题 虽然有时候为政治服务是好的 因为你知道我最近碰到一件事情 我在也是跟朋友聊股票吃饭 我跟你讲一个很小的事情 我就对我想起一个警钟就是什么 就停车停在深圳那个书城后边 那有一个表的嘛 我一看去没任何标记 我就问旁边的人 我说这个晚上了能不能停车啊 旁边的保安就说 做一个手势就肯定没人管了 我就停了 15分钟以后回来呢 就被锁住了 锁住的上面有一纸条呢 就是说你要打一个电话给警察局 就是说你车被锁住了 一打电话很快就来了 我发现警察世界上态度最好 我没见过这么好态度 就是说你别担心 我们也不会罚款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但是呢你不应该在这里停车 因为你没有丢钱 你这个表啊 你没有丢钱 但是我说我怎么丢钱呢 他说你买一张卡就可以 那我说好好好 真对不起 那么我哪里去买卡呢 他口袋里就拿出一张卡 200块 我们不罚款 但是你买我这个卡 我卡插进去 他30块手续费把那个锁拿掉 全世界没这么方便的 全世界都是罚款归罚款 付钱归付钱 那是两个系统 就是设置描表的是一个系统 执法的是另外一个系统 可能咱中国的警察特别好 辩明嘛 知道你最后要买卡嘛 就设在里面 但带来的问题是 这个收益跟他们就挂钩了 因此这个表周围没有任何提示 说几点到几点要付 要投币 你明白吗 这个是个非常小的事情 后来我讲给别人听 别人就说你大击小怪 这是司空见惯的 就是说政治跟经济是不分的 不要理解嘛 各行各业 全国人民都在创收嘛 都没有创收 我没有说这个事情不好 我只是说 这个中间隐含的这种 其实你想 为什么股票上升 国家财富增长 总理反而睡不着觉 就是这个道理 没说啊 谁知道是不是总理 谁知道 因为它是一种泡沫的现象 它超过了它真的市场的价值 还有大家呢 不是投资的心态 都是投机啊 对不对 谁懂啊 连K线都看不懂 连这家公司到底赚不赚钱 值不值得投资 都不懂 没有人是投资 现在谁都是财经专家 都懂了 都懂 我不懂 我跟你讲 经过前一阵的热潮呢 比人都懂了 也懂了 懂了一半 但是我懂的 可能他们听见 你笑话死 我手头也有一些 一些股票 我跟你讲 我跟你分享这种 这种心理 它这个股票 在一块三毛几 四毛几 里面徘徊了半年 抖人间 大概等一下 升到了一块九 真不容易 就是说咱们Fenix 这两天完了 什么工作我都废了 全琢磨这件事 你钱怎么花呀 你知道 我认为所有的股民 最根本的一件事 跟我们人生当中的 种种处境都一样 就是说 是 它在涨 但是 什么时候放手 什么时候放 你比如说 它那有时候挂牌的 好比说涨到一块九了 你可以挂牌 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录像 我挂牌 我说 我一块九毛四 你就给我卖出去 对吧 但是问题 你又担心了 万一我录像的时候 它等一下 冲到两块五呢 换得换吃 你知道吗 信心啊 来了 这几天我整 就就就就就 眼睛都熬红了 我看到 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 就是说 沪生的股票的市值呢 它的总的值呢 是香港的 大概百分之一百 多少 就多一点点 但是它的交易量呢 是四倍 你知道吗 其实啊 比如说我在台湾 我买股票的经验 是这样子 到了夏天呢 我就喜欢买 那个电气股 为什么呢 年底还分吹甲求冬呢 对 因为电气股呢 在那个夏天的时候 大家要买空调了 对 你以为是它马上 做出来的吗 可是起码呢 它的交头啊 或者是各方面 真的我每次都会涨 都会涨 对 都会涨 因为它的那个 跟它的营收啊 各方面都有关系 然后呢 当你要进场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研究 就是说 它以往最高最低 平均价都在哪里 然后你抓一个 那个一个幅度 就说 我到了多少的价位 我就要出场 因为这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幅度 如果说要等到 有人进去吵的话呢 你 你当然赚多的是好的 问题是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人家要脱手啊 所以你知道 这种就弄 考验人的心理 为什么要跳楼自杀 对啊 你给 最近一老太太 都成传奇人物了 你知道吗 记者采访她 50多岁老太太 老太太 你知道讲出来 徐老师 你一定会感到很亲切 说你怎么能炒股 从什么10万 你怎么就能 赚了40万呢 老太太说 听说过王国为吗 人生有三个境界 是吧 那叫什么 从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是吧 然后一代建宽 终不毁 为一宵的人憔悴 我现在已经到了 不然回首 那人却在真火来世 老太太开始砍这个了 然后老太太说 说你知道我这个 一代建宽 终不毁的时候 能到什么程度吗 就那个时候 亏大发了 活不下去了 到自杀的边缘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老公 于是呢 我买了两份保险 一份医疗保险 一份意外保险 这份意外保险里边的条款 特别写明 投保人自杀了 你就赔给我老公 不是 就是 赔给配 做好自杀的 以身献骨 做好自杀的准备 然后就后来 他就说 我就开始苦练内功 家里 从天花板到地下 全贴的小纸条 索罗斯的名言 巴菲特的名言 温家宝的名言 穿在上头 要不说老太太 该是砍王国维呢 就是 就这样来的 然后老太太说 这个什么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停信步 我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都跑 是吧 现在干爹了 跑 我不跑 我真正会炒股的人 从来不看指数 死了也不卖 他说 这有个疙瘩吗 死了都不卖 他说 就是你们都卖 我偏不卖 就是我不看指数 说是真正的内行 我就看我的这个个股 我就研究这个公司 研究这个公司 是不是业绩 听不太明白 反正那意思就是说 跟你们拧着来 你们都卖 他就不卖 你们买吧 他就相反 最后就是 慕然回首 那人却在牛市高峰处 而且佩芳刚才说呀 就是女人没有受到冷落了 不会 冷落 女人受到冷落 起码 他在那个交易的时候 那个时间呢 对不起 你电话不要打进来 这我女朋友 他们的经验 电话不要打进来 不要骚扰我看股票 然后收拾了以后 对不起 我要研究行情 我报纸里面的新闻 所以拜托你 你不要坐在我大腿上 我女朋友 在我们这男朋友大腿上 拜托你坐开一点 但是也有很多女人 她在男人这里 拿到第一桶金以后 就自力更生了 什么的 对 她就靠股票 然后就自力更生 她就可以生活下去了 对 佩方身边的群体 都是靠这个生活下去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佩方这个新闻眼啊 她不光是关注到女人受冷落了 她还发现肉架涨 什么 肉架涨 猪肉架涨 那个狼仙平 她提出观点 说这些粮油肉啊 富士片价格上涨 她的观点挺有意思 她说跟贪污的腐败的成本有关 她说呀 说你看地方上好多贪官嘛 他们为了黑钱呢 就弄一些不靠谱的工程上马嘛 这样造成畸形的经济过热 但是经济都是连着的 你以为就说跟你老百姓没关系吗 你那肉架上涨 粮油架上涨 就是你为他买单 我不知道她这说的有没有 不过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专家 是为这个股市唱好 我也看到很多这个专家的言论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财富 在世界上长期被低估了 所以现在这样自我增值 这个股票不就自我增值吗 恢复它原来应该有的 所以各级地方上 现在钱都很多了嘛 对不对 你就看到很多例子 房子盖得很漂亮啊 什么什么 大家都富嘛 这不大楼 对 徐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些 香港报纸上的照片 咱们给你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重庆人民大礼堂 党代会就在里面开的 据说盖得比故宫还漂亮 我看比天坛强 咱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是 就是美国呀 这是 安徽省富阳市的一个区政府 区而已 对 叫隐权区政府 三千万盖的 不是 向美国国会大厦 小布什当区长了吗 安徽的一个区政府 而这个县是非常穷的县 咱们再看这个 人均收入只有五千块一年 这是什么 哎呦金 这个就是刚才讲党代会开的那个会场 里面的会场 他的屋顶啊 你想这个叫国富名仓啊 这个大家发达 可是其实真的要忧虑啊 因为大家呢 对国家有信心是一回事 因为呢 股票的投资呢 并不是说 配方还语重心潮 我真的很担心 因为大家会赖 大家会赖 说政府应该要关心我们老百姓啊 我们的钱都没有啦 我们学汉钱怎么样啊 哎 没人叫你投机啊 没有人叫你这样子 你本来就应该脚踏实地工作嘛 对不对 中国不会出现1929年那种事情 但是你看 就我刚才说 就王国维这个老太太 到现在坐坐在家里还坚信 就说你看 香港那么个小的经济体股市都一万那么多 现在我们才几千啊 他坚信着中国必然会越上一万五 他在这样等待着 他一只股票他也不放